一群人低著頭捂著臉 還夾雜中文 他们是被南非国家尚比亚 抓到的跨国诈骗犯 当中22人是中国公民 甘比亚政府发现 许多人手机银行户头的钱 慕名消失 因此展开调查 4月份突袭一家 藏在当地的高党社区的中国企业 逮捕77人 大多是尚比亚人 与22名中国大陆公民 警方形容是复杂的网络诈骗组织 现在法院判决 他们涉嫌身份诈欺 非法经营网络 对尚比亚 新加坡 秘鲁 阿拉伯 联合大公国等地 进行网络诈骗 判处7到11年有期徒刑 以及约台币4万8到近10万的罚还 上比亚警方还破获他们持有13000张当地与外国手机的SIM卡 两支枪械核78发子弹 活力不小武器来源还要厘清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